喂我是教練coach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海格雕像流的牌組 介紹之前呢我必須先跟觀眾求助啊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組法呢可以放到下面 不過這套牌呢是我已經組了三天才想出來最合理的組法 那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海格雕像不強 我們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我等一下就會來解釋為什麼海格跟雕像 搭配起來會不強首先介紹雕像這張卡 雕像行星起呢他的生命值非常的高 然後傷害非常高但他攻速很慢 那秒傷也不高移動速度也極慢 不過呢他在攻擊四下之後就會進入一個嘲諷狀態 而且自身受到的傷害會減少99% 那這個嘲諷狀態持續的時間是4秒鐘 我們這裡記得一個重點 鞋很厚傷害很高但是跑很慢打很慢 那我們再來看海格迴響就是可以把魔耗值最高的生物 提高55%攻速 那受到的傷害累積到50%的時候 在2秒內回復30%的生命 這可以觸發3次 理解完了雕像跟海格的迴響之後 我們就直接來講為什麼 我試了3天之後發現他不強的原因 首先直接講有玩過海格雕像的人就會知道的問題 就是他走太慢很容易直接被人家風箏 然後呢我就直接來講我發現他為什麼不強 因為啊他秒傷有14.3嘛 那攻擊間隔是3秒 如果是提高55%攻速的話 我們就簡單用50%計算好不好 就是1.5秒攻擊一次嘛 那秒傷我們也簡單計算 至少會有28.6對不對 不問題來啦 我們加攻速會加到他嘲諷的時間嗎 就是他控制的時間4秒 如果會的話 那他嘲諷的時間是不是會變短 就可能剩2秒 這樣是好事嗎 那如果不會的話 他加攻速只有單純加到攻擊的攻速 秒傷就不會變成28.6 所以加攻速啊對我們的雕像來說 不管是提升秒傷是正確答案 不管是秒傷變少是正確答案 還是控制變少是正確答案 都是虧的 那我們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這邊我都有做一個錄影去解析 答案就是控制時間一樣4秒 然後他加的只有攻速 所以秒傷並不會提升 他攻擊完四下轉完一圈總共要花11秒半 海格回想裡面唯一賺的呢 就是他的回復30%生命觸發3次 在雕像來說是很容易達成的 畢竟他是血後又減傷 我們補血隨便都補得起來 海格雕像配起來不強 也不能怪雕像 畢竟他是一個打PVE 就是禁忌森林會強一點的卡 可能他一開始設計就是這樣了 那我就來解釋一下我們合理的主牌方法 試了三天這一套是最合理的 原因就是因為啊 我們雕像的血非常的厚嘛 不容易被解掉 所以呢 我們就朝著一個核心去發展 就是選我們其他生物也不容易被解掉的 像這個三廢的法寶墊減裝火焰盒 他的生命值有276 以三廢的生物來說是非常的體質超標 超標到甚至四廢的法術都很難直接解掉 三廢以下就更不用說了 那四廢可以直接解掉的法術只有三張 不過他們的發動都有一些條件 像是我們的氣象咒 他是可以直接解掉 但是大約要過六七秒 或者是盾行珠 他需要蓄力 而且必須是煙火盒第一個 受到傷害的目標才行 然後伯格同等級的話必須要打完四次 然後來回都刷到 所以作為一個三廢的生物來說 算是體質超標 然後傷害秒傷也很高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攻擊距離不高也無法移動 不過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可以解決 然後再來三廢的怪獸 怪獸書 他也是作為一個單打體質非常好 秒傷又很高的生物 跟煙火盒比起來生命是少了一點 但是他可以移動 而且可以丟後排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快 那我們有了這三個生物之後啊 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煙火盒不會動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放一個四廢的速速前 可以把人家拉過來 那他這個拉過來的動作啊 可以讓煙火盒打出傷害以外 也能夠讓我們的雕像形形起更容易的進行輸出 畢竟他還有三秒鐘的控場 而且煙火盒啊在後排的時候 也是蠻好用的一個生物 所以如果我們有速速前的話就可以把煙火盒丟前排 沒有的話就丟後排 而且我們雕像啊打出來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常常會把對方給逼退 所以我們就可以站到半場的前面 然後放煙火盒 跟著煙火盒一起進行一個輸出 然後再來我們這個膨脹藥水啊 是加攻速加跑速 丟出來後可以讓我們的雕像形形起 有更快的跑速 而且這個煙火盒啊 我們幫他放膨脹藥水的時候 也可以打到他原本打不到的目標 像這樣他原本是打不到的 那我們加了膨脹藥水之後 可以增加他的攻擊範圍喔 對我們的巫師也是有一樣的效果喔 你看這樣就打得到了 再來就是沖氣咒非常好用的一張法術 可以解對面的水水噴啊水牢啊 雖然這裡帶沒有水牢了 然後還有一些需要施法的法術 然後我們的白仙葉 為什麼是放白仙葉不去放復復原呢 因為我們的白仙葉啊 只要一次補到兩隻以上的生物就算賺爛 那有時候我們會跟煙火盒在一起 可以補煙火盒 有時候呢 常常可以有兩隻雕像存在場上 或者是也能夠有機會補到我們的怪獸書 畢竟怪獸書他自己本身的體質不差 所以補到兩隻就算賺了 那我們有很高的機會可以補到兩隻 那最後這個衝衝弓啊是要防止一些太近的生物 像我們裡面就有放這個怪獸書啊 我們只需要一個衝衝弓加一個普攻 就能夠解掉 但是衝衝弓的缺點就是 他很容易鞭屍 就是已經快死了 結果只要一隻鳥就能夠打死 他跑了三隻鳥出去那就虧了 所以這個技巧要掌握好 如果掌握得好的話 衝衝弓就是一個神卡 夥伴呢我們就是放第一個卡三卓 第二個就是馬糞 那第三個海格 海格的部分看自己 你也能夠換成呱拉 或者是兩兄弟或艾薇都不錯 那前面的這兩個夥伴 可以去很好的搭配 我們的術術錢跟充氣咒 做一個往前拉或控場的動作 快速的幫我們前面兩個夥伴 進行高額輸出 那一樣我們的夫婦員啊 也可以很好的補到我們前面兩個夥伴 因為你有很高的機會 會會跟卡三卓站到一起 那補到兩個以上就算賺了 好 那我們進實戰 真的是輸了一整晚啊 從五千一直接掉到四千九啊 那我們這場對到的是傳奇決鬥家 開場看一下 欸 這場運氣不錯 他血量比我少 那看他先放一個區區武器走 可能他是一個 法術牌組 那我們直接一個卡三卓把他拉出來 接一個 胖胖咒 再一個衝衝弓 把傷害打滿 哇這波打下來對方直接扣了一千血啊 這邊魔力還有五費 好對面一個野豬盾行 卡三卓沒有死 對方下一個閃電風暴 那我就先打一個 怪獸輸 加雕像來吸收一下傷害 這個膨脹咒可以先考慮一下 好那這個血量太低就不丟了 我們可以把 卡三卓拉出來 接個胖胖咒 雕像直接把他敲死 這樣的解法不算太虧 因為卡三卓如果活著的話 我們雕像很難進去 這邊補血補到兩個 整個賺爛 那對方一個大龍炮的話 哇 雕像死了 沒關係 好 吃了一個區區武器走 對方魔力已經乾了 那我們可以考慮把雕像打出來 不過我們手上還有一個速速前 可以考慮留四費 加上馬糞做一個快速的輸出 好 有四費了 馬糞打出來直接拉 開砍 然後我們還可以進行一個遠程的輸出 再補一個胖胖咒 這邊的輸出應該會很可觀喔 那對方直接丟一個煙火硬解 所以這波交換他的魔力跟我差不多 不過他的壓力可大了 血量少 還有一個金甲跟著他 加上一本山書 然後我們可以丟一個 膨脹藥水 直接咬爛他 他往前走 所以我們丟個衝衝弓跟上去 對方要下一個盾行豬 這邊先補一下 哇 死一隻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雕像還活著 給他很大的壓力了 那他喜歡繼續打頭 讓他打沒關係 直接再補一個山書 然後 然後膨脹藥水 再補一個補血 補到兩隻就是賺 上啊 怪獸書 咬爛他 胖胖揍 一個衝衝弓拉出來結束 這邊再次求助一下觀眾 如果觀眾對金甲有更好的組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是想了三天想破頭 我覺得最合理的就是這樣的組法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打開小鈴鐺喔 大掰 掰掰